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足够 不可以取代温习笔记 老师的输入约 这个只是一个outline 其实你温习完就完成了课程 温习的部分 我最近和中学同学开始温书的时候 就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有时时间有限我们想快些有些方便温书的笔记 但是又不想从本textbook自己再做自己的却要 我们其实可以借助我们之前做的outline 再叫checkGVT去生成一些notes 即逐点列出来的 就会大大方便学生在很短时间内将整个课程的内容做一个自己的summary 当然要经AI的帮手 好 这里是一个例子 今天和学生一起试 利用checkGVT去生成一些notes出来 这个就是课程的其中一个项 比如unit A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有一点就是cover how data is organized represented process in information system 其实我可以根据这个heading 叫checkGVT再生成一些这样的笔记出来 跟着就是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processing 你出来推推IPO cycle input process output 就可以变成这样的 这些挺有用的 因为长度可以控制 可以控制出这些每一个point是出几多个字 图片可能我们靠Google去找 有图片也会方便我们视觉上帮学生有些温习上的帮助 这个另一个point就是difference machine data and information 你看到这个AI它真的将一些好似样的notes出来 因为它的knowledge是相当足够的 特别是ICT方面的training 好了 我们一起看看怎样去写些problem 去将这样的notes出来 方便学生自己找书 好 我们举个例子 例如这个IPO cycle input process output 我们将这个题目抽出来 可以去POEF 比如我用这个GPD4 这样 可能我们拿一个精准点的problem先 describe 这个IPO cycle input process output to use using 任你去set几多个字 你要详细点 比如他可能要100个字 它会给你一个几长的答复 好 看看这里 它讲的都是相当分别的 input process output cycle is a fundamental concept in system analysis and computer programming input是什么?就是data或者information fed into the system process就是那个actual computation 或者data的manipulation在那里发生的 output就是弹出来了 就是那个outcome或者result 就是由process里面输出回来 就是给user去看的 基本上他解释都是非常准确的 如果你想我不想他那么详细 例如我们可以叫他用少点字 我想精简一点 可以specify你想他出的字数 比如说usefifty words 他就会很听话去做 好似乎又太短了 这里好像有paragraph 或者我不喜欢paragraph 是吧 那就是let's say我用point form 或者boot point 是了那好一点了 那就是说了input process output 三个definition出来 那这些句子都挺精简厄要的 那如果你说要来回答DSE ICT4公共事件的题目呢 这里这里是够用的绝对 这里这些字眼是很specific的 不是随便说的不会太过general 那用得了 那我们let's say我介绍语段 Ctrl C抄到这里 那下面再加回 那这个可能是boot point 我们再加回一个format 好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几有用的一个nox 那这个可以不断加下去 那这个sillipise都挺长下的 那每一个标题都可以加一些这样的笔记 那当然这些是纯粹字啦 出gbt我现在用这个版本呢 譬如基本上只能够出文字而已 那那图片又怎样做呢 那图片就万化了 那我们就回google先啦 那就google 那找有什么相呢 其实就图片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有个视角上的效果呢 方便学生勾起一些的记忆的 那这些线有很多章都挺合用的google 那我们可以就是AI chartgbt和google 两个工具 就是混合地去使用 比如我喜欢选择这张呢 copy这样 那插回到google document那里 Ctrl V 对了 缩细一点点 好 那再排好一点点 那你顺便可以加上学生 温习一下word processing的一些技巧 好这个呢 这个呢就在一张相呢 对了 rept within那些文字那里 这样呢 对了 效果呢也都会好一点 那就可以做些这样的笔记这样 好了 这里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Let's say呢 我想找一些资料关于difference between data and information 那叫chartgbt呢 那这里呢 譬如我真的想的 详细一点点啦 80个字啦 那他又说了 那这个呢 你发觉呢 就是和一本textbook的内容呢 的质素呢 其实是不差太远的而已 其实他的英文呢 基本上都 都是好过不少学生的那个 那这个呢 他的写法 譬如data refer to the raw unprocessed unorganized facts or details 那information呢 就是说data呢 是经过process organized interpret 和有意思的 那这个呢 就 其实和textbook的definition 都真的差不多 那所以就 但是这样呢 就是答题目为温宣 都不是那么方便的 当然呢 我们都通常就是 use prompt form 叫他再讲一次 或者下次我们下次的prong 讲明呢 是use prompt form to describe 好 这里呢 就再打一次 是的 那这些呢 军书就最有用了 那这里有了example random number measurement 那些就是data 那information呢 就是everage 譬如 这些number的平均值 就是information 在原始数捕里面 derived出来的一些资讯 好 那接着 假设这个用就可以了 我把它抄出来 碰上了 好 给回个boot point 给他 增入一点点 按这个eformation 不用boot point data 不用 好 搞定了 那这个温书的重点 就会在这里了 当然这个方法呢 学习的深度 或者温习的深度 未必及了 学生自己用纸笔 去写下笔记 那样 譬如将老师的power point 书本做个却要 但是这个方法 正在够快 查gbt 很快就gen了出来 那快的好处呢 就是你快点有个成果呢 就可以比较快点 可以提早点进入去温习 past paper 就是做卷 操卷的步骤 那可能你想建立学生的温习的深度呢 就将它放在做卷那里 那就是出笔记那里 整个笔记那里 其实可以找churchmedia帮手呢 它是一个另类的选择来的 而做卷的时候呢 因为你有题目在手嘛 学生见到这个题目的嘛 也都会更加聚焦一点 知道那个课程要考核的重点 比较核心一点的概念 哪些是经常出的呢 真的会更加聚焦一点的嘛 那就是说一句啦 就是呢 我们呢 就尽管教识学生 怎样用churchmedia帮他学习 就好过呢 我们用churchmedia 弄光些东西给他呢 他自己看 始终呢 就是说我们教识他捉鱼呢 就好过给鱼吃 好 那今天影片呢 我们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